现在我们讲白细胞分化抗原和粘腹分子 那白细胞分化抗原和粘腹分子当中呢 其实它的重点内容不多 主要呢是参与TB细胞的粘腹和活化的七滴分子 都是哪些啊 主要是这个啊 主要是这个 好 那下面我们来讲一下 先说说白细胞分化抗原 这个概念是大家了解就行了 那白细胞分化抗原呢 它指的是造血干细胞在分化成熟成不同谱系的细胞过程当中 出现或消失的细胞表面标志 出现或消失的细胞表面标志 这造血干细胞呢 在分化为红细胞 中性粒细胞 是酸性 是碱性 T细胞 B细胞 NK细胞等等 这个过程当中呢 细胞表面会出现一些 有可能会消失 有一些细胞标志 这个因为都是在细胞分化过程当中产生的 所以我们把它叫做白细胞分化抗原 那么这些白细胞分化抗原呢 都是一些膜分子 就是它都是一些跨膜的糖蛋白 跨膜糖蛋白 它可以表达于造血细胞 也可以表达在非造血细胞上 细胞分化抗原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重要的CD分子都有哪些 那么这些CD分子呢 都是存在于 青细胞或者是B细胞 或者是抗原提成细胞表面的重要的CD分子 那么这些CD分子呢 在这里我们是按照阿拉伯数字啊 这个序号排列下来的 那么这些CD分子呢 在我们前面讲免疫细胞的时候 已经强调过了 它是一个重点内容啊 重点内容也分别讲过 它重要的配体啊 相应CD分子的配体是什么 以及它的功能 那么在这里呢 我们再简单的总结一下啊 分别来看看 先看CD2 那CD2呢 也有两个同意名称 大家跟着我一起回忆啊 那么它也叫做 淋巴细胞功能相关抗原2 那么也叫做绵羊红细胞的受体啊 也就是说它可以和绵羊红细胞结合啊 那它相应的配体呢 是淋巴细胞功能相关抗原3 LFA3 它有什么作用呢 它主要借导了T细胞 T细胞和APC之间的粘负啊 粘负 那么它也是 协同刺激信号分子的一种啊 一种 那么它存在于所有T淋巴细胞的表面 那再看CD3分子 CD3分子呢 它是和T淋巴细胞表面的TCR 形成TCR CD3复合物 大家还记得吗 说TCR啊 它作为接受抗原刺激的特异性的受体 那么它的包内段非常短啊 不足以传递活化信号 因为它不足以传递活化信号 所以它需要依赖CD3分子 转到抗原刺激的特异性的活化信号 这是CD3分子 也是存在T细胞表面的和TCR形成复合体 下面来看CD4分子 CD4分子呢 它是CD4阳性的T细胞表面来识别 识别外圆性抗原的辅助受体 识别外圆性抗原的辅助受体 那么也就是说呢 抗原提成细胞在提成外圆性抗原的时候 提成外圆性抗原的时候 除了TCR CD3复合物 去识别MHC2类分子和外圆性抗原 它的同时 还需要CD4分子 作为一个辅助受体 去识别MHC2类分子的β2区域 这前面我们都讲过了 那么同时呢 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点 这也是经常考的 就是CD4分子呢 它也是HIV的受体 就是艾滋病病毒呢 感染进入机体之后啊 它重点破坏的是 具有CD4分子的这些细胞 主要是CD4阳性的T细胞细胞 好 那下面CD8分子 CD8分子呢 它是CD8阳性的T细胞 来识别内原性抗原态 内原性抗原态的辅助受体 和CD4分子相似 那么在抗原提成细胞 提成内原性抗原态的时候 除了TCR去特意的识别 MHC1类分子和内原性 抗原态的复合物之外 还需要CD8阳性T细胞表面的CD8分子 那么去识别MHC1类分子的α3区域 做一个辅助受体 辅助受体 这是CD8分子 那么前面的这几个 CD2 CD3 CD4和CD8 这几个分子 都是存在于T08细胞表面的 那么它的阿拉伯数字的排序 靠前2348 大家记住存在于T细胞表面 因为有时候考题当中会这么出 就跟你列了很多个CD分子 下面问你 存在于T细胞表面的是哪一个 那么存在于B08细胞表面的是哪一个 等等这些题 所以大家不单单要记住 配题是什么 它重要的功能是什么 那么还要知道 它存在于哪些细胞表面 二细胞表面 现在我们来看CD19 那么大家还记得 前面我们讲B08细胞的时候 说过 当BCR去识别抗原的时候 那么它还需要有一个辅助受体 辅助受体是什么呢 就是CD19 CD21 CD81 组成的这样一个复合物 所以CD19 它是B细胞活化的一个辅助受体 CD21 那么它也是B细胞活化的一个辅助受体 那么它也是EB病毒的受体 所以EB病毒进入体内之后 那么它可以感染 具有CD21标记的B08细胞 同时它也是补体C3D 结合了补体C3D的受体 补体C3D的受体 那么它参与B细胞对补体结合抗原的识别 这个我们在前面已经强调过了 强调过了 CD19 CD21 然后这两个呢 都是存在于B08细胞表面的 B08细胞表面 其实还有一个CD20 就19 20 21 这三个CD分子连得非常近了 也好近 19 20 21 它都是B细胞表面 那么接着呢 我们来看CD28 CD28呢 它的配体 这个大家应该印象非常深了 因为我们在讲这个协同刺激信号的时候 来反复的强调这个CD28 它的配体呢 是B7 B7 是位于抗原提成细胞表面的 大家还记得抗原提成细胞哪些 属突状细胞 吞噬细胞 那么还有B08细胞 都是专职的抗原提成细胞 表面有B7分子 2B7分子 那么它是转导细胞活化的 协同刺激信号 我说无论是T细胞还是B细胞 那么他们要想活化 除了有特异性的信号之外 还要有协同刺激信号 那么对于T08细胞来说 对于T08细胞来说 重要的协同刺激信号 就这一对分子 这是一个 也是一个重点 但是我们在免疫细胞当中 你强调过了 CD28和B7 这是存在于 T细胞表面的 T细胞表面的 好了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看CD79A和CD79B 这个分子 它是什么呢 它其实就是IGα IGβ 大家一看这个可能会印象深刻一点 就IGα IGβ 它是和BCR组成复合受体的 复合受体的 就说BCR呢 它的包内段也非常短 所以当BCR识别了抗原的时候 它也无法向内传递信号 那么它的信号呢 是通过IGR和IGβ 也就是 79A CD79B 这个分子向内传递信号的 那它存在于B细胞表面 这是B细胞表面 那么转导 抗原刺激的这个一个信号 转导抗原刺激信号 这是79A和79B CD28是存在于T细胞表面 这要记住啊 而这个呢 是存在于B细胞表面 最后还有两个分子 CD152 它也是细胞毒性 T淋巴细胞抗原刺 那它表达在哪呢 是表达在活化的T细胞表面 当T细胞受到刺激活化之后 有了特异性的信号 和协同刺激信号啊 然后活化 活化的T淋巴细胞呢 它可以表达CTLA4啊 也就是CD152 那么它的作用主要是抑制 它是抑制T细胞活化的啊 来调控T细胞活化的 这个要记住啊 怎么调控T细胞活化呢 CD152 它表达之后啊 可以和CD28分子 竞争性的与B7结合 竞争性与B7结合 而CD152 和B7分子结合的能力 要远远高于CD28分子 和B7结合的能力 所以这时候啊 这时候当活化的T细胞 表达了CT2A4之后 向T细胞内传递的抑制信号 占上风 占上风 那最后 CD152 CD154 排的这个阿拉伯数字序号 非常大了 152 154 那么他们都是表达在 活化的T细胞表面的 存在T细胞表面的 CD154呢 它是表达在活化的 CD4阳性T细胞表面的 CD40L 大家还记得CD40L吧 那么CD40L和CD40 那么它呢 是B细胞活化的 非常重要的第二信号 CD40L大家还记得 那么它和CD40 互为配受体 提供B细胞活化的 第二信号 第二信号 T细胞活化的重要的 协同刺激信号 是CD28和B7 而B细胞活化的 重要的协同刺激信号 就是CD40L和CD40 那么CD40L是存在于 活化的T细胞表面 而CD40呢 是表达在B细胞表面的 B细胞表面的 好了 这是我们讲的重要的CD分子 这些重要CD分子 大家一定要掌握了 非常重要 好 那下面我说说年复分子 年复分子 这儿呢 大家也是了解为主 就可以了 那年复分子呢 它是借到细胞间或者是细胞 与细胞外机之间相互作用的 相互接触的这一类分子 年复分子的作用呢 也是非常广泛的啊 年复分子呢 它通常是以配受体结合的方式 发挥作用 配受体结合的方式发挥作用 它可以参与细胞的识别 细胞的信号转导 细胞的增值和分化 细胞的伸展和迁移 等等等等啊 等等等等 一些重要的生理和病理过程的 这样的分子啊 这样的分子 就借到细胞与细胞之间 或者是与细胞外机之间相互接触的分子 所以大家一听这个 这个概念啊 它就是一大类分子啊 一大类分子 那么按照它的结构特点呢 它分为整合素 选择素等等 五个家族啊 我们也不全讲它啊 我们只说两个 一个整合素 整合素呢 比如说这个LFA1 这个大家应该有印象啊 淋巴细胞功能相关抗原1 前面我们讲过 它其实也是一个协同刺激分子啊 刺激T淋巴细胞活化的时候 它属于一个协同刺激分子 那么它是和相应的 它的配体呢 是细胞间粘负分子啊 这个叫细胞间粘负分子一啊 这是它的配体 那么它是为T细胞活化 提供协同刺激信号的 它属于整合素家族的成员 它也有CD编号 淋巴细胞功能相关抗原1呢 它也是两条态链组成的 分别叫做CD11A CD18 这个不需要记 我说这也是为了帮助大家理解啊 因为对于我们来说理解的话 才容易记忆啊 有这样一个整体的概念和印象 选择素呢 主要有这三种 因为它表达在不同的细胞上啊 所以就有了L选择素 P选择素 E选择素 这些都是英文的第一个字头 第一个字头 那么这些选择素呢 它在炎症发生的过程当中 在介绍炎症发生 区化中性粒细胞到达炎症部位的过程当中 以及淋巴细胞归槽过程当中呢 发挥重要的作用啊 重要作用 那我们下面有两个图呢 来解释一下它的作用 整合素选择素 它的作用哪些 那先来看一下年负分子的共性 它都是跨模的糖蛋白 那么它通常都是以配受体结合的方式发挥作用啊 正常情况下在细胞膜表面它的表达量是不多的 但是受到刺激之后它的表达量会上调啊 亲和力也会增高啊 亲和力也会增高 它的功能就是提供T细胞B细胞活化的协同刺激型号啊 像我们刚才讲的整合素提供TB细胞活化的协同刺激型号 再一个呢 就是借导炎症过程 借导炎症过程当中 白细胞与血管内皮细胞的粘腹 到达炎症部位啊 到达炎症部位发挥清除病原的作用 那么另外就是借导淋巴细胞的归槽 好 下面我两个图来解释一下 先说参与炎症反应 这个大家也是 说过来大家有一个整体的印象 粘腹分子到底是什么样的呢 什么样的作用呢 为了这些 中性粒细胞对血管内皮细胞的粘腹和森除的过程 先来看这里 这是血管啊 血管内皮细胞这是血管了 中性粒细胞呢 正常情况下血流运行 对吧 中性粒细胞呢 在这里也是运行着的 它有一定的速度 血流一定速度 对吧 假设这里呢 有一些病原体的侵入 比如说这就是皮肤 皮下啊 这是皮下的毛细血管啊 假设说 病原体进入之后 它会刺激补体的产生 对吧 吞噬细胞也会吞噬它 也会有一些炎性介质的释放 对吧 比如说白细胞结束发 那白细胞结束发 我们知道 它是区化中性粒细胞的 了 白细胞结束发释放之后呢 它要把血管当中的中性粒细胞 啊 到达附近之后 把它区化出来 到达病原体附近 然后把病原体消灭掉 那么怎么就区化出来了呢 它需要粘腹分子的作用 在炎性因子的作用下啊 这个血管内皮细胞呢 会表达一选择素 就表达在血管内皮细胞表面 表达一选择素 而且会表达模型的 这个模型的白细胞结束8啊 这样来表示 到中性粒细胞在这运行的时候 血管当中运行的时候 中性粒细胞本身表面呢 也会有一些粘腹分子啊 了 那么它表面的 拓业酸化的这个路易斯寡糖呢 首先和一选择素结合了 因为这里有炎症 所以促使了血管内皮细胞呢 表达一选择素 那么中性粒细胞 游走到这儿的时候 就逐渐变慢了 不可能那么快啊 不可能那么快 好了 那拓业酸化的路易斯寡糖呢 和一选择素啊 相应的结合 结合之后呢 中性粒细胞就在内皮细胞表面 开始滚动 对吧 同时 又诱导中性粒细胞呢 表达白细胞结束疤的受体 那么白细胞结束疤受体表达之后 它就和膜表面的这个白细胞结束疤呢 发生结合 在这里 结合了 那么结合之后 这个中性粒细胞呢 就和血管内皮细胞结合的就 更加紧密了 对吧 更加紧密了啊 那么中性粒细胞就在血流当中 就运行的就更慢了 逐渐会贴向血管内皮细胞啊 血管内皮细胞 同时 使中性粒细胞表面的这个淋巴细胞功能相关抗原一 整合素表达上调并且活化啊 并且活化 而又到血管内皮细胞表面呢 表达细胞间粘副分子一 那么在这一对配受体 互为配受体分子的作用下啊 这对粘副分子的作用下 使得中性粒细胞和血管内皮细胞结合 紧密紧密结合 这时候的中性粒细胞就不能在血管当中运行 而且也不能在血管表面滚动了啊 滚动了 他已经到了炎症部位的附近 那于是在白细胞结束发的区化下 招引下啊 招引下 他会穿过内皮细胞的间隙啊 通过变形运动 穿过内皮细胞间隙到达病原所在的附近 进而把病原体吞噬掉啊 吞噬掉 在吞噬的同时 其实局部呢 会有一些炎性反应的发生啊 发生 这就是粘副分子 它的作用啊 参与炎症反应 那么再一个呢 借导淋巴细胞的归槽 借导淋巴细胞归槽什么意思呢 我们知道T细胞和B细胞成熟之后 从中枢免疫器官到达外周 但是他在外周免疫器官呢 不总是在外周免疫器官呆着啊 他还要出外周免疫器官到达血液 然后循环全身之后呢 再重新回到外周免疫大器官 他会不断的再循环 那么从血管当中 这个淋巴细胞 比如说T淋巴细胞 从血液循环当中呢 再次回到淋巴结 就外周免疫达器官 这是淋巴结的生皮之区 这是血流啊 淋巴结生皮之区 再次回到外周免疫器官的过程 我们就叫做归槽 然后回到他应该呆的部位 他应该寄居在 就是或者说定居在外周免疫器官 对吧 但是淋巴细胞会再循环 那么从血液当中 他是怎么回到淋巴结的呢 他也需要粘副分子的作用 这些粘副分子的作用呢 我们来简单的说一下 先来看一下 T细胞表面呢 会表达L选择素 还有一些区化因子的受体 淋巴细胞功能相关抗原1 这是T淋巴细胞表面 那么当这个T淋巴细胞 进入到淋巴结的时候 它淋巴结内的是一些高内皮小静脉 高内皮小静脉或者叫微静脉 那么在这些内皮细胞表面呢 会表达地质素 会表达模型的区化因子 还有细胞结粘腐分子1 细胞结粘腐分子1 首先我们来看 通过T细胞表面的L选择素 和地质素的相互作用 这个T细胞就不能在这个血流当中 运行速度非常快了 对吧 好了 作用之后呢 接着 区化因子受体和模型的区化因子 这个啊 和模型的区化因子相互结合 相互结合 那么T淋巴细胞呢 就和 这个高内皮微静脉的内皮细胞呢 就结束在一起了 对吧 同时活化 淋巴细胞功能相关抗原1 活化RF1和内皮细胞表面的细胞间粘腐分子 紧密结合 在这一对 粘腐分子的作用下 使得T淋巴细胞呢 穿过高内皮小静脉 就到达了淋巴结深皮之区 它应该定居的部位 应该寄居的部位 这就是淋巴细胞的归槽 也是和粘腐分子相关的 粘腐分子相关的 所以在这部分当中呢 主要是为了帮助大家理解前边的内容 理解前边内容 那么有一道粒题 有一道粒题 其实这道粒题放在免疫细胞当中 也是一样的 可作为B细胞活化 协同刺激分子的是 哪个CD分子呢 CD4是表达在T细胞表面的 对吧 CD1921是表达在B细胞表面的 但是它是一个辅助受体 辅助受体 CD28呢 是T细胞活化的 协同刺激分子啊 那么 B细胞活化的 协同刺激分子 主要的就是CD40 B细胞活动的 统胞活动的 统胞活动的